所以您覺得未來的話在短期內 會不會對中國的芯片和其他的 比如說人工智能就是高端計算機 這方面有進一步的制裁措施出來 我想這個其實已經很明顯了 如果過去本來一開始只是說 針對華為的部分是禁止跟5G以上有關的 現在是4G可以被用來做5G的 那麼已經用了AI 因為真正目前美國跟北約組織所看到的 就是說中共很明顯的是在準備可能的戰爭 那如果你已經看到這麼明顯的話 那麼科技畢竟是在戰爭裡面的決定勝負的一個關鍵 特別是在持久戰的時候 所以我想中國目前要在期待 從美國跟其他的西方盟國包括日本 取得更先進的這種科技 我覺得它的可能性是越來越低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在等待白宮最後的決定 是說它要不要整個cut off 整個把切斷對華為相關科技的供應 過去本來是考慮到美國一些出口廠商在上面的獲利 那我想美國目前是一個整體性的作戰行為裡面 可能講這個商務部在過去裡面的一些表態 還有這個USTR再加上對外的這種談判 主要經貿事務的話 其實是這個財政部長 我們大概看應該美國內部已經有了一個一致的立場 那接下來的話是怎麼樣子的確實在在落實 那麼當然美國也不希望是說過度的遏制 他們這個商業的行為 因為美國的企業有這個需要 可是目前的情況看起來 中共面臨的是一個很大的內部的經濟的一個挑戰 如果它的出口不能順暢 如果沒有辦法進口高端的設備 如果說我們講台商日商或其他的這個我們講企業 把它的生產直接從中國逐漸的外移的話 對中國國內的經濟成長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內需的部分實際上很明顯 大家這一段時間以來很辛苦 那麼很多的老百姓是提早在還他的貸款 表示說他們看不到未來儲蓄寧可拿去還錢 那麼這種氣與槓桿 其實對他的金融市場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再加上他所傳聞出來的 這種地方財政的問題 所以我相信中共當時已經體認到 他第一個要務是要恢復經濟的活力 而他目前所在做的是一種創造一個假象 一個新的我們講是說一個事實 就是說讓大家覺得說一切都已經正常了 一切都已經沒有妨礙了 大家都可以消費了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呢 因為我們要看到在疫情 在第二波可能在未來幾個禮拜裡面 會陸續有的發展 才能認定說他的經濟的活力 另外我們再看他的銀行的這個放款 是不是有增加 如果沒有增加的話 表示經濟活動 其實還是比較停滯的